哈喽 每周都更新的居居来了 赵领临更新转的仙侠古装剧《雨凤星》结局后 好多剧迷都久久走不出来 其实《雨凤星》结局已经算侵略的了 但依然余韵很深 比起疯狂撒糖的甜蜇剧 很多走虐恋路线的仙侠剧 更容易让剧迷深陷剧情中难以忘怀 以下网评后镜最强让人久久出不了坑的古装仙侠剧 特别是一起来看看吧 网评后镜最强让人久久出不了坑的古装仙侠剧 特别是赵领 林更新 雨凤星 雨凤星前期在人间的剧情换了搞笑 中期开始转据 剧中灵界一度因为浮生而生灵涂炭 沈黎为了守护她的子民 宁愿和浮生同归于尽 都要守住灵界 沈黎和浮生战斗到兵临死亡 最怕疼的沈黎临死前想的是 幸好她终于守护了灵界子民 遗憾的是 没能再吃一次行止做的饭 而沈黎好不容易活了下来 危机又来临了 行止身为世间最后一位太古真神 有爱人的私心 却也有自己的宿命 行止连接天外天和须天渊后 手下苍生 自己却气数将尽 临死前行止最放心不下的 亦是沈黎 与你同归 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结局 我只是怕 到最后连同归也不能 虐诈 其实相比其他仙侠剧 雨凤星结局已经算美好了 但剧情与印很深 依然让不少观众 难以出坑 网评 后劲最强 让人久久出不了坑的古装仙侠剧 踏步酒 余书兴 网鹤地 苍蓝绝 苍蓝绝的剧情可以说是高田又高虐 前面大木头与小兰花的互动 高田可爱 然而后期确认彼此心意后 小兰花却不得不与长恒联姻 原因是为了开启神力 风影凶神 守护天下苍生 却没想到原本无法无天的三界第一霸 东方清苍 因为小兰花而学会了爱 他也为小兰花逆天改命 苍蓝绝不是那种一路虐到底的仙侠剧 反而撒糖情节挺多的 不过越追会越深陷进 东方清苍和小兰花的爱情里 剧中把两人的情感铺垫得很细腻 许多剧迷都说 看完苍蓝绝会有种空落落的感觉 会让人舍不得和东方清苍 和小兰花告别 恨不得两人能再发糖 发个意外级 网评后劲最强 让人久久出不了坑的 古装仙夏剧 Top8 龙一戏 白鹿 长岳静明 长岳静明结局是很有余韵 原本身为魔胎 无情无爱又残忍的谭台静 因为黎苏苏而学会了爱 并学会了舍己为人 谭台静最终为了苍生而牺牲自己 500年前 叶西雾死在了谭台静最爱她的那一年 500年后 苍九明死在了黎苏苏最爱她的那一年 因果循环 因果相续 不过长岳静明也没有虐到底 结局偏向开放式 编剧在最后还是给了观众一丝希望 到底是HE还是BE还登上了热搜 不少网友觉得长岳静明的收尾方式 和苍烂剧有点像 都是偏BE的结尾 却又留下了一点美好的念想 网评后劲最强 让人久久出不了坑的古装仙夏剧 Top7 小战 任敏 玉古瑶 玉古瑶的余音也很深 石影和朱颜的爱情非常悲伤 石影该是无忧无虑的空丧世子 一生却吃了太多苦 遇上命中注定的结束朱颜后 两人结为师徒 相伴多年 石影和朱颜彼此明明都想守护对方 却依旧逃不过命运 朱颜最终 仍不得不亲手 终结爱人生命 离别前 石影对朱颜说 每一年血寒微花开 就是我回来看你了 好多观众都哭惨了 网评后劲最强 让人久久出不了坑的古装仙夏剧 Top6 杨幂 李一峰 古剑奇谈 古剑奇谈 苏苏和秦雪这对虐恋CP的悲剧结局 让许多剧迷至今还是一难评 大结局中 巴厘图苏护住了苍生 却消失在秦雪的怀里 化为荒魂 然后秦雪就开始不停寻找 最后回到桃花谷 守着两人 鱼子鲜老的誓言 结局 古剑奇谈 所有的CP都很虐 许方牺牲了自己 才让欧阳少公醒悟 两人一同战死飞沙中 方如庆在虚假的爱意中死去 相邻的心意发现的太晚 再也等不到天真的男生来娶她 扶去最终还是没有和 大师兄在一起 只默默守在她身边 古剑奇谈 每一对CP都是虐恋 网评后劲最强 让人久久出不了坑的 古装仙夏剧 Top5 诚意 袁冰岩 琉璃 琉璃也让大家都久久走不出来 司奉和玄姬可是虐了时生时世啊 可司奉原本是天地之子 尊贵的凤凰 而玄姬是天界战神将军 而后玄姬被罚 司奉不顾天地之子的身份护着她 最后和她一起露入凡间 展开时生时世的情愿 司奉十读九书 前九世不是被玄姬害死 就是被玄姬亲手杀死 但司奉依然死心塌地地爱着玄姬 用了九世的时间 消除玄姬身上的力气 才换来第十世 天真无邪的楚玄姬 虽然第十世是HE 但过程依然虐残 有网友说 看完琉璃 有种真的被司奉和玄姬 经历了时生时世的感觉 很难出坑 网评后劲最强 让人久久出不了坑的 古装仙夏剧 Top4 杨子 邓伦 小米晨晨 静如霜 小米同样也是结局圆满 过程虐诈的仙侠剧 锦蜜因为体内的云丹 抑制了自己的真正的情感 抛下虚凤并答应嫁给润玉 又以为虚凤杀了自己的爹爹 在和润玉大婚当日 亲手捅了虚凤一刀 虚凤临死前悲痛欲举 问锦蜜是否爱过自己 只得到锦蜜从未两个字 虚凤根本不是被捅死的 是心碎死的 虚凤重生后就开始虐锦蜜 过程中不断被润玉和碎盒搞破坏 不断上锦蜜的心 大街局锦蜜还为了阻止 虚凤和润玉的恶战 牺牲自己 消失在虚凤的怀里 就换成虚凤 到处寻找锦蜜的魂魄 过程无比曲折 而爱而不得 最终孤独高作九重天的润玉 同样让许多剧迷不舍 网平后劲最强 让人久久出不了坑的 古装仙侠剧 TOP3 肖战 王一博 陈情令 陈情令也是让剧迷不断重温 不断回味的仙侠剧 许多剧迷到现在 都还无法从望线CP的故事出坑 陈情令虽然不是大虐的结局 但剧中有太多虐心的桥段 像是诗姐替魏无线挡箭 坠牙 魏无线崩溃魔化等等 很多情节让人走不出来 当初魏无线发狂 血洗不夜天 之后坠牙消失 16年后 在聂怀丧的竞色之下 让魏无线复活 蓝忘记 凭着当年的一首曲子 认出了魏无线 最终魏无线再次吹起两人的曲子 在曲声中听到了一声 魏英 故事停在这里 留给剧迷无限遐想空间 网评 后劲最强 让人久久出不了坑的 古装仙侠剧 Top2 胡歌 刘亦菲 仙剑七侠传 2024年 随着其今朝 仙剑四 又见逍遥这一大波 仙剑七侠传 改编剧上线 也让经典的仙剑一和仙剑三 再次有了讨论度 两部都相当虐 仙剑一 叫灵儿身为女主 却一度被男主李逍遥遗忘 自己经历种种苦难就算了 男主还和女儿林月如 大谈恋爱 而她还是一样深情 结局 灵儿背负起女娲后人的身份 为天下苍生 牺牲生命 最终死在李逍遥怀里 这结局 不管看几次 都让人一难评 网评 后劲最强 让人久久 出不了坑的古装仙侠剧 Top1 胡歌 杨幂 仙剑七侠传3 当然也不能不提 仙剑七侠传3 播出15年了 但许多剧迷到现在 都还是忘不掉 仙剑三 最经典的虐 最惨的就是 冒冒割肉换粮食 他把自己身上的肉都换光了 就这样死了 而龙奎等回了哥哥 却又二度跳入铸剑炉 再次和哥哥天人勇哥 徐长青和子萱 这对CP虐了三生三世 最后还是没有在一起 景天用自己的杨兽 换得了他人的性命 自己却活不长了 每个人物的结局都超虐啊 好了 看完以上网评 后镜最强 让人久久出不了坑的 古装仙侠剧 TOP10 对于这个排名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快来评论区留言吧